你这一箱加满多少钱 我的一箱加满 按照市内的价格来看的话是5块多 280块以后的 280一箱 我50三大个一箱 2000公里花了500万呦 2000公里500万呦 500多 500多块钱2000多公里 那可以啊 相当少要 1.0的 3.0的 1.0 就是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跑到多少卖噪音有点大 50到60稍微大一点 但如果说把车车上去的话 噪音小小一点 是不是 低速的话没有 总体来说这三箱感觉还行 主要是经济实惠 对对 这次都经济实惠 而且这车空间大 对不对 对 而且咱们也不去玩车了 对 你要是说像 其他三个也有比亚迪的F0 那家空间太小了 对不对 比亚迪 F0 也是三缸的吗 我才这么多土 对 刚刚往往沙漠里 跑沙漠去了 跑去做工程 搞了个室内装饰 这发动机 刚跑8天公里 对 刚跑8天公里 我这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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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说是DVVT的技术 不会不懂什么东西 说你这个发动机 吉利的技术 这两年的确牛逼 我说这个是 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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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号来 2020年 1月3号 对 它现在刚半年 半年 总体来说开着还行 总体来说开着还行 你比不上这些豪渴了 对 对 反正只要 这东西说白了 你个人开着感觉可以 能接受就行 适合自己的 对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我其实看一款更好的 这个极标GS挺配的 嗯 没货的 跟我说没货的 那个是多大排量的 那个是1.5的 1.5T 对 1.5T的 那个车更屌 更屌 对 挺配的 然后一样 这就是没货了 对 对 没货了 这就是我第二排 选择的货 嘿嘿 省油 省油 我现在这个油费 现在现在我五块多 不知道什么 这里涨到七块多了 对 涨到七块多的时候 你这就成了优势了 对 这有优势 对 对 我也不在乎 我什么速度 你都是动静的 对 我平时上这边 咱又不抽 抽个啥子 啊 他这个脏子 他这个脏子 对 他背部的话 不叫脏子 人家就别开 别开 你打着车 我看走不走 打着车 我看走不走 不看 你几张 抖啊 抖子 抖子 一点抖子 一点抖子 有一点抖子 有一点抖子 没那么明显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宝马三缸的 抖子比你这个严重 宝马三缸 对 这个轻微抖 但是没那么 没宝马的那个那么厉害 宝马那个抖起来 能把你这个水瓶给你抖下去 你看这个的话 基本上就没那么明显 他8千公里 开个脸三年 不再抖腿 对 开个脸三年 到时候抖腿 好了 几粒冰锐 这只配置也相当高的 高费 我买高费 全下来多少钱 11万3 11万3 200T 吉利宾锐 刚才实测的那个是一个2020款的吉利宾锐1.0T的三缸发动机 我自己的感觉啊 比上次那个宝马120的那个发动机抖的比较轻点 坐里边的感觉也是没那么严重 然后车主说的是 就是50到60麦的时候噪音比较大 因为你想吧 三缸啊 它起步 然后就是当你最吃力的时候 你悠起来当然好点了 吃力的时候 那肯定噪音大呀 对不对 你戴不起来戴不动啊 对不对 所以就导致了它这个60麦到40麦左右的时候 噪音比较大 因为它使劲啊 跟老牛似的起不来就产生噪音了 对不对 油起来以后就没那么大噪音了 这是一个 呃 开了8000公里的车主说的 然后其他的都还行 最重要的是油耗低 2000多公里 500块钱油 1.0T的排量 你想吗 呃 前提是它跑的是高速啊 高速全程是高速 呃 相对来说这个油耗的话还是相当可以的 行 今天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点观众 拜拜